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降息两码 利多出境掉下来 跌700多点 昨天又在大涨超过千点 你看看这地方动不动就是千点起跳的行情 每一根都是千点的幅度 以美股来讲 那个衍生性金融交易商品 期货也好 选择权也好 各位观众 那个在里面 你那个短线单 几乎是没有存活的机会 做股票 尤其是主流股 龙头股 你比较能够长长久久 因为你必须有一个假设 不管你做哪一档股票 你不可能短线每一个转折点都很精准 能够掌握 华伦巴菲特也讲 我没办法告诉你说 我现在买的股票 我的投资组合 到下个礼拜 下周 或是下个月 他会有什么报酬 他看不懂 股神一通告诉你这样的话 他说 但是我现在做的投资 或许放个十年 应该会赚一些 那当然这个range也拉得太大了 他如果对于他所投资的标的 至少在未来两三年 他应该是有胜算 他能够获利 他才会出手 他讲十年 当然他是保守的讲法 他的意思是要告诉 利用记者回话给记者 告诉全世界的投资大众 他的想法 他的理念 也就是不朝短线 这是正确的 别人恐惧我贪婪 别人贪婪我恐惧 也就是说人多热闹大涨之后 走人 不要贪心 恐惧崩叠杀地的时候 大家怕的时候 我来贪心买进 所以他加码了Delta Airlines 达美航空 现在当然如果是旅游业 应该是最惨的季节 从大陆飞回来的这个飞机 乘客只有八个人 对不对 没有人 很少人敢再搭怎么样 大众交通系统 能避免则避免 人多地方真的不要去 谁知道疫情到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我们又没有办法意测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我刚刚讲 做主流股比较长长久久 因为你一个短线的节奏抓错的话 你还有中线可以帮助你 甚至长线可以帮助你 中长线的怎么样 主流的架构 它可以保护你短线的错误 那当然如果你短线的节奏 再抓得更好一点 你做起来会更顺手 但是不要寄望怎么样 动不动就想有标股 短期致富 这种神效 不管你是做股票 做期货 做选择权 任何金融交易商品 只要是迷信神效 就是产赔的起点 贸系 IGBT 高功率元件 金元代工 看得人人羡慕 真希望压满仓买中了 一把 对不对 赚个40% 博制PCB 对不对 Server 换代 对不对 世代更替 一波大涨 疫情在扩散的时候 我在讲的淡化钾 碳化系 这个表现的都是比大盘要强的 不是吗 大盘是这样子 昨天盘中下决定 跟电视台做盘中电话连线解盘 我说信华是可以买还是会涨的 那当然今天回顾在追踪说 昨天讲这个远端 这个伺服器远端这个管理晶片遥控 这个管理晶片远端管理晶片 BMC 占它的营收7% 因为它的客户最主要都是ODM厂商 它不是直接面对消费者 中端消费 消费者 所以说它不太受那么大的影响 伺服器 白牌伺服器像维尹也是昨天我提到的 我说信华跟维尹 外资长线持股一致在增加 但是999块钱收盘价的信华昨天 请问一下 我还讲 就算是我今天要是能够买股票 我分析师是不能买股票 我说我自己也不会买信华 这等于是直接讲给法人听了 因为这种涨停板 投资人赚不到的 几乎没有受运气什么影响 然后一直垫高一直垫高 然后价位接近1000块钱 你怎么会买呢 我可以分析 但是我们的操作一定会贴近事实 我只操作 我只分析产业的龙头股 主流的龙头股 这是我的做法 但是你就不要寄望 随时会有些什么神效 即使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状况出现 但你绝对不要迷信 你碰到你买的股票没多久 甚至一买就大涨发动连续大涨 那是你的运气占了一半以上的成分 你必须要有这个认知 可是会支持你有一些 有时候有一些运气 是因为你的选的东西是对的 它有个前提 你不能在意它是否快速 但是你必须专注 你必须在意的是它够不够好 你要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我的分析依据我的操作理念 我讲五档 我讲八档 我讲十档主流龙头股 其中可能有一档两档三档四档 适合我带我的会员操作 我就买那一档两档三档四档 工作我分得很清楚 但不可能我讲十档我讲二十档我讲三十档股票 我每一档都要带会员买进 不可能 资金管理 我这边写诚信是看预告的 专业呢 专业是看预告 诚信是看证据的 我这个不是拿来做广告口号 我在执行这件事情 诚信跟专业 已经进入第24个年头了 我是已经在做到这件事情 我不是拿来做一个诉求的广告说 我要坚持我真的非常诚信 我真的非常专业 我会坚持 不是我已经坚持了24年了 那你会不会选择我 当作你参加投顾老师 是你自己去选择 我专不专业 专业到什么程度 不是我自己嘴巴讲 但是我至少把预告 他应该具备的条件预告 我通通是我工作的流程 我从来没有遮过任何一档股票 那诚不诚信 就是看盘中交易的价位 你是否言行如意 你不要讲了一嘴好股票 党党都厉害 就没有一档你代会员买进 那也不对 不然就直接造假 夸大 那都是不行 很多人参加投顾不好的经验 都是来自于这样 就是言行不一 被骗的感觉 我相信合理 逻辑清楚 的投资人 坊间也很多 看电视的观众也很多 你越合理 逻辑越清楚 你越成熟 你就越了解 不可能都对的 你就会有这个认知 你要的是比较稳健的 就是你不要胡乱出手 你对的时候 能够尽量稍微多赚到一点 要比我们有胆识 敢报 甚至敢加码 你错的时候 你要果断 看你是要怎么处理 要说得很清楚 我相信你要找的专业是这样的 而不是迷信神效的 你要找迷信神效 多空双赢 随时都是标股 或是都快速获利的话 不用来找我 我的电视节目也不适合你 这叫预告 8月 从大盘开始讲 再看龙头股 去年8月要对5月 所以是要上涨的 这都是预告的 这边 然后为什么要在12121卖股票 因为周线对称满足点就是12121 我能够算出这个数字来就代表是经过计算不是乱掰的 我今天不管看涨看对 还是看跌看对 各位观众 12121 没有卖出的这边你还是要卖 11970 接近1万2 对不对 这个没有侥幸的 这都预告了 而且为什么是12121 是经过计算 我今天不管看涨看对 看跌看对 我都不是用乱拆的 你说美国现在跌成这个样子 现在想办法再反攻 那什么时候会回到疫情的缺口 甚至封闭它再创新高 你拆不了 找一个对称的图形 类同于怎么样 这里经过一个大幅的中期修正 快速中期修正 前年的10月刹到12月 其实经过一波 两波第三波灌下来 这次的跌幅跟这边比较接近了 这个弹跳的周期其实很对称 你看到没有 其实放到周线来看 甚至月线来看 make sense 它真的看起来好像真的还有点道理 它回不是乱回的 而且上个月我有提醒观众 真正大家要注意的是2月份 因为往前推半年 刚好是美国公债殖利率 长短天期倒挂 那通常按照历史的经验 在长短天期殖利率倒挂之后的半年 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真的美国在这边出现了 可是我们也讲到 真是疫情全球扩散 如果没有武汉疫情全球扩散 它是不是能够躲掉这个周期 半年之后它必然大幅震荡或是大跌 大涨之后大跌的这个走势 就是这个规律 不知道 有些事情无法调回头来证实的 可是为什么要出 因为周线是一二一二一 当然要卖 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 我做主流股龙头股而且我是分段操作 这如假包换的盘中交易证据 一定有这个交易的时间点 我专不专业我嘴巴自己讲不算 你去判 你去评分 有人认为我零分 我也知道 有人认为我还不错 每根标准不一样 但至少这叫证据 这是诚信的显示 在这边卖国具 2月24日 这里 你觉得合不合理 所以如果主流龙头股 我长线做多 我每个段落 我切成每个段落分段来操作 我一样有卖出 顺手我就要让它多赚一点 如果这种进去出来的点位不顺手 还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你卖太早 那个好处理 反正洗掉大不了买别的股票 另外一种是 你接回的时候不对 它再往下 你虽然做对了价差 可是有时候买得太早 或是买的时机不太对 一定会出现这个状况 它又跌了一些 这个怎么处理 一般投资大众碰到这些问题 就是观望 抱着就是 如果套牢就等解套 好的公司十之八九 你可以等 你不要弄到 抱到那种产业前景不明 公司甚至财务结构有问题的 那是地雷 股市变化很快 速度越来越快 我不太相信一般投资大众 可以在这种地方抱得住 能够加码 甚至加码 然后这样子能够跑 然后这地方上冲下洗 这边来一个V型反转 这边是一个倒形反转 都是人工护盘 既然是人工护盘 那支用力抵挡这个外资的卖压 那护盘那什么时候倒出来 你要面临的是这个问题 K线只是最后的参考 选股第一个是基本面 它产业的怎么样竞争力 主流的应用的怎么样程度 再来是看筹码面 跟你所设想的主流股 它的筹码面 有没有法人的火力支持 还是你自己一厢情愿 对不对 都要看 每天都要检讨的 谁都希望赚到大波段 讲得这么简单 我想赚大波段 几个字讲完 两秒钟讲完 我想赚大波段 可能连两秒都没有 可是你知道 要知道能够赚到大波段里面 要有多少的内容在里面 专业跟辛苦 还有很多的技术跟经验 在里面是不为人知 各位观众 先进广告等我回来继续讲解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以前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从十一柱形出发 用最新的思维 掌握正确的趋势与方向 我是曾忠祕 非凡商业台 全球新观点 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大家好 我是曾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商业台 很大 我絕不馬後炮的 我已經公開了 盤中連線我也講了 為什麼是12121 所以請大家賣股票 一定講在前面 這都是預告 到這邊你來不及了再殺 這是第一次的倒撞反轉 但是變成到了2月20號 中期區間震盪要高出應對 高出低進 2月20號在這裡 對不對 這裡沒辦法再過前高量縮下來 所以即使這邊買進 或是這邊找買點之後 在這邊也要做處理了 第二個賣點 等於是這兩個賣點之後的第三個賣點 高出低進 掃破停損以後 落底翻揚很像前面這裡 這規模比這邊大了 所以可能要向前面破9400這裡 下週如果跌破前低11138點 是買進而不是賣出 這邊我跟會員報告 如果灌破這個點是買點不是賣點 就灌破了 上去 這些都是經驗 我這些預告這些經驗 對的給你看 錯的我也可以給你看 可是不管怎麼樣 網絡可能很多人把我們說得很難聽 也許是觀眾直接罵我們 也許是同行 通行比較多 抹黑 每天罵你 罵我們腦殘 白痴 但是 我在這個行業滿30年 我分析 公開分析 代會員操作 在頭顧當分析師 已經24年了 我過去這10年幾乎沒有在休假的 每天要念那麼多的資料 得出來的結果 這麼多的專業累積 這麼長時間的經驗的累積 所以 一樣是被人罵腦殘 罵我們腦殘 白痴的人 可能市場經歷大概也不過幾年 一兩年三四年 年紀大的 年紀小的都有 也就是說 我們這種專業的 累積這麼久了 花了這麼多的時間的 可是因為我們智商太低 所以還不及這些業餘的 隨便講我們兩句 觀眾有的時候 也相信這些言論 沒有信心的人 才會到處打聽說 你看他怎麼樣 你看他怎麼樣 有的說他好 有的說他不好 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斷 你覺得你信得過我 你相信我 你覺得我是優秀的 是值得你信賴的 你參加我的行列 想辦法跟著我做 我不能保證你獲利 可是我想盡全部的方式 我會盡全力 你如果說這樣不夠 我要標股 你就找別人 可是我想 我想參加你 可是人家把你說得很難聽 你相信別人 那你就相信別人 你認為我是腦殘 像人家講的白痴 或是我是個爛人 你如果相信 那你就當然離開 要相信自己的判斷 還是要相信別人的怎麼樣 指指點點 自己做判斷 月線 對稱 的算法 我已經算給各位聽了 就像我算周線12121 月線當然有月線的對稱 對不對 台積電前年修正 這個乖離的賣點 260塊 在這裡 預告 公開講解 這邊是買點 去年 238 參加除息的買點 這就是龍頭股 我長時間的說明追蹤 真的要操作也不是不行 你看我在2019年 去年的9月 我已經講7奈米製程滿載到今年的上半年 你看看今年7奈米是不是製程已經滿載到今年上 今年至少已經第一季了 第二季一定也滿載 要進入5奈米量產 我去年已經可以告訴你的事情了 然後未來外資會把它補買回去 持股達到85% 我已經跟各位預告了 反轉向上 後來短線的配合操作 327出掉 2月10號 因為量不夠了 2月10號 把它出掉 在這裡 這裡 所以台積電要不要再買回來 基本面沒有問題的 而且我要告訴你 假頭型 灌破要買進 如果買一點 你要找買一點 假頭型灌破要買進 破 台積電當然 大家如果買的話會放心 你知道它基本面世界第一嗎 從FINFED到GAA Go get all around FED 三星要先提早切進去這個 5奈米 3奈米 要想辦法趕過台積電的FINFED技術 它的量率一定很低的 你不要聽它碰空了 這我已經跟各位講了很多 三星趕不上台積電的 半導體原料發展三個階段 第一 第二 第三 去年8月開始講 對不對 淡化鉀碳化錫 這是第二代的深化鉀 170 220 對不對 這個也是講了很久很久很久 好 到這邊又是反轉的買點 等到大賺一個股本公佈前賣305 盤中賣出的價位309 最高階的會員尊榮 再來是特別會員304 同一天全部大家一起賣掉 然後一般會員303 大概差個一兩塊錢沒有什麼差別 全部出清2月12號 在這邊全部出清 然後給各位看 國劇 2月24號出466 我的龍頭股操作如果讓我賣到很好的 波段的賣點 我藉由本是買到很好的波段買點 我不會賣到最高點 我也不會買到最低點 但我一定會買到回補在一個很合理的形態 跟籌碼在集中的地方 那現在Skyworks跟這個Kovo Kovo 這兩個都是射頻元件 深化甲的怎麼樣 IDM大廠 他們下單給像穩茂 宏捷科全新這樣的公司 現在這兩家公司 因為蘋果的銷售低延 他們調降猜測合不合理 不是只有他們要調降猜測 第一季全球大概幾乎都要垮掉 復工率很低嘛 駕動率低嘛 對不對 被動元件國劇本來去年 第四季已經預估 今年第一季 駕動率要拉回到七成 去年最慘的時候 拉到只有降到三十幾%了 駕動率啊 不到五十的駕動率 你根本就是一定要賠錢嘛 就今年疫情一衝擊 本來七成的線掉爆 只有三十幾% 所以國劇短線會受震盪 一定有啊 可是這個震盪放在中長線來講 底部突破回撤 突破回撤 還不過就在底部警線打底而已啊 我怎麼不能再操作國劇 當然可以啊 訊星161出的 VSEL的封測對不對 這邊出的 元月9號啦 這裡啦 那這樣再接回來很簡單了嘛 對不對 轉牆就接回來了 什麼時候轉牆 籌碼跟量能會出現的 上銀 這個就是買點啦 灌破就是買點啦 在這裡啊 這是第二個買點 我所有的東西一定是講在前面的啦 一定是講在前面的啦 對不對 原項112 120 那你覺得 我跟市場上的分析師的差別在哪裡 現在是198 對不對 貿細 虧損我說為什麼是可以買 因為現在IGBT 高電流高電... 承受高電流跟高電壓對不對 對不對 IGBT 對不對 雙層 避免被擊穿三點對不對 連Buck 機器都擊穿 電流太大電壓承受不住 對不對 一般的MOSFET的話 所以一定要IGBT啊 那數位的話只能做 運算邏輯 承受小電壓跟小電流啊 但是高製程啊 3奈米 5奈米 7奈米 現在講到類比機體電路的話呢 一定是承受大電壓跟大電流 這個在平常我在盤中做一些簡單的說明 不敢說教學啦 對不對 但是基礎知識大家要有 IGBT 絕緣炸雙極電晶體啊 碳化系 氮化加 silicabine 對不對 Gallium nitride 對不對 為什麼 什麼叫寬能系 對不對 發光 大能量去推動 去激發怎麼樣 小能量的光 這個光譜 光線 你將來的光通訊 你一定要懂這些原理嘛 我跟各位講我只做 主流龍頭股 長多操作 而且我分段操作 而且我分段操作 我連短線不順手 我都有辦法調整 我只講不順手的時候 順手那就不用多講了 短線中線長線我都要全部都要賺到 講大話就沒有用了 你都要看預告跟證據 歡迎有遠見 有自己定見的人 資金購的加入王可麗的行列 明天見